那所以說呢我們這邊就來跟各位談 有關資料庫系統的一些那個其他的議題 相較於我們過去跟各位提到過 這種不論是資料庫的設計啊 資料庫的查詢操作啊 來講還有什麼樣的衍生課題 我們來準備來跟各位做討論的 首先第一個啊 就是我們在談ERModel 設計的時候會面臨到所謂的陷阱問題 而這陷阱問題裡面又包含兩個Tabit 我們會來跟各位談 好 當你今天資料庫系統設計完畢之後 你這個資料庫系統一定是要讓人家去做查詢 去做後續的使用嘛對不對 問題是你們想過一件事情 欸 老師啊 我在A資料庫系統我下一個query 跟我今天在B資料庫系統去下同樣的一個query 好奇怪喔老師 好像在B資料庫系統我下這個query的時候特別有效率 是不是說因為B資料庫比較貴所以說它的效率比較高 通常來講也對啦 因為我們跟各位講過其實資料庫系統來講 價格貴是貴在資料庫管理系統 DBMS嘛對不對 所以說我們這邊跟各位提到所謂的查詢最佳化 是指說有一些資料庫系統它在處理各位的查詢指令時 它有做所謂的最佳化工作 那這個時候的話呢它的指令詞情就會變得比較有效率 然後這邊我們會大概來跟各位提一下 好所以說前兩個大筆的來說的話呢是跟資料庫系統的設計 資料庫系統的查詢使用上是有關的 那接下來的話呢像物件導向資料庫系統還有資料倉儲 OLTP OLAP 乃至於說DataMine來講 它們是屬於資料庫系統的衍生議題 也就是說呢在這些議題上的話呢 基本上是based on你們曾經學到過的關聯式資料庫系統 再往上建構的一些進階概念 然後呢最後會跟各位提到UML UML的話呢像各位你們學過系統分析與設計 你應該知道它是什麼東西 基本上我們在談所謂的物件導向的系統分析與設計來說 那我們會使用到UML 那只是說呢我們這邊是不是要把整套UML交給各位 其實沒有 我們這邊只是跟各位談 跟我們在談所謂的資料庫系統設計有關的那些diagram 我們就交給各位就可以了 而且我們是幫各位做一個很簡單的對應 這樣就可以了齁 所以說如果過去我們在系統分析與設計 有學過UML的話 我們就主要是把跟資料庫系統設計有關的 那個diagram圖形化工具 來讓各位去做一個認識 這樣就OK了 那我們接下來齁來看一下 什麼叫做陷阱問題齁 基本上ERModel的陷阱問題來說 它分成兩種陷阱 我們現在跟各位談第一種陷阱 叫做所謂的fan trap 叫做所謂的扇形陷阱 在扇形陷阱的話呢 我們先把它的定義齁 先唸一次給各位看 然後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ERModel為什麼齁 是所謂的fan trap 基本上扇形陷阱來說 通常會發生在兩個或兩個以上的一對多關係 他們是從一個個體向外散出時 很有可能齁 聽清楚 只是很有可能會發生所謂的扇形陷阱 那些時候你可能會覺得很奇怪 欸老師啊 什麼叫做向外散出 這個字眼看不懂齁齁 蛤 沒有關係我們先來看一下 左下角這張ERModel 這張ERModel 可能過去各位齁似曾相似 當你先設計出ERModel的時候 你要顯示一下你的ERModel有沒有問題 不是說你現在畫出來感覺起來 而這個ERModel可以反映出你們公司資料之間的關係 這個也可以 代表說它完全沒問題 齁 不是齁 ERModel裡面可能會隱藏一些問題在裡面 我們來看這個齁 來你看齁 這個ERModel有三個個體 部門 科士 跟員工 這三個個體 好 那這三個個體裡面的話呢 我們來看一下 一個部門 可以擁有很多科士 有些部門比較大嘛 所以說我們可能會拆成很多科士 比如說 業務部門我可能拆成人壽科 產險科 還有那個車險火險科 反正可能是保險公司嘛 它業務部門很大 那每一個人他負責不同的這種保險業務 分成很多不同的科士 所以說你看齁 一個部門可以拆解出很多科士 然後呢 一個科士必須要隸屬於一個部門 所以說他們是屬於一對多的關係齁 他們是屬於一對多的關係 好 那我們來看齁 現在呢 這個部門跟科士之間 他們都是屬於全部參與 為什麼呢 這是我假設的一個環境齁 每一個部門都一定要有科士 好假設我今天公司真的很大 每個部門人都很多 那這個時候我就假設 每一個部門都一定要有科士 所以說 部門跟科士之間 它的這個地方 它是全部參與 那相對的 每一個科士 一定要隸屬於一個部門 所以說這個地方 它也是全部參與齁 這兩個地方都全部參與齁 好 那相對的來 一個部門可以擁有很多員工 那一個員工必須要隸屬於一個部門 所以他們彼此之間也是一堆多關係 也是一堆多關係 但是呢 有的時候 一間公司啊 剛成立一個部門 準備要招人的時候 這個時候 這個部門的資訊 就必須要存在於我們公司的資料庫系統裡面 但是這個時候他們的人啊 正在招人嘛 所以說呢 一個部門來說 它不見得會有員工 所以它這個地方是部分參與 有沒有看到 因為一個新的部門 剛起來的時候 絕對不可能馬上就有人在那邊啦 好 那可是相對的 在我們公司裡面的所有員工 一定都要隸屬於某個部門底下嘛 對不對 所以說呢 員工來說的話呢 它這個地方就是屬於全部參與 似曾相識 對不對 好 為什麼我們講 這樣子的一個ER model 它是屬於善型 就跟善子一樣 為什麼呢 你們發揮到 我們的共同個部門這個地方 它所臨接到的這個 relationship 它的關係都是一端 那它射出去的地方都是多端 對不對 那今天如果說 把它畫成下一個扇子一樣 來各位看一下喔 畫成下一個扇子一樣 畫的不是很好啦 好 各位委屈一下齁 這個看起來就跟一個扇子很像 齁 我從一個一端的個體齁 我往多端的個體射出去 所以說呢 這個地方感覺起來就像一隻 好 倒立的一個扇子 好 這邊只是一個牽強的一個說法啦 因為人家是這樣取名字的啦齁 好 那這下你們看一下 為什麼這樣子一個扇型 它會引發問題呢 來 各位你們看一下齁 你這個例子來說 感覺很正常啊 一個部門有很多科士 那每個科士 例屬於一個部門 好 一個部門有很多員工 那每個員工例屬於一個部門 這看起來很正常 但是呢 如果說 在這樣一個ER model底下 我想要知道說 A員工 它是例屬於哪個科士 請問一下 這種做法 有沒有辦法找得到 我要懂 找不到 為什麼呢 我是可以知道 某個員工 他是例屬於某個部門 比如說我剛講的業務部 問題是 A這個員工 他是例屬於業務部 但是是例屬於業務部的哪個科士 全部不知道 我只知道呢 業務部底下有四五個科士 但是呢 A員工到底是例屬於哪個科士 根本完全不知道 完全不知道 所以說呢 來 這就是所謂的扇型陷阱 我們來看一下 基本上齁 這樣子一個扇型的ER model 你繪製出來之後呢 你找不出 某員工 到底是工作於哪一個科士 但是呢 理念上來講 在我們公司裡面 員工跟科士之間的關係 是一定要存在的 而且是本來就應該存在的啊 所以說這個地方呢 我們就要去做一個改變 就要去做一個改變 所以說呢 以這個問題來說 它就是屬於扇型陷阱 而這扇型陷阱 它會引發的這個 特性就是因為啊 通常它會發生在兩個 或兩個以上的一對多關係 而且這個一對多的關係 他們的一端的部分 是隸屬於同樣的個體 然後呢 他們往多端的那個地方 和多端的不同個性散出去 這樣子一個狀況 它會產生扇型問題 好 那這時候我們就來看一下 這樣子一個問題該怎麼解 其實這個問題要解其實還蠻簡單的啦 基本上你只要把員工跟部門之間的這個一對多關係 去做一個改變 讓它去跟我們的科士相連接 這樣就可以了 也就是說呢 你可以把它修改成像我們現在右手邊這張圖 就可以了齁 我們右手邊這張圖的話呢 基本上我們把員工跟部門之間原本的一對多關係 把它轉變到員工跟科士之間 所以說你看喔 一個科士可以擁有很多個員工 然後呢 每個員工一定隸屬於某個科士 這樣可以嗎 我們先來看一下 比如說現在假設A員工它是隸屬於 業務部門的人壽科 那這時候透過我們修改之後的ERModel 可不可以知道這樣的情況呢 可以啊 你看喔 員工跟科士它有一個一對多關係 所以我可以知道 我們的A員工 它會在我們的人壽科 這樣子一個科士當中 而我們知道 人壽科 它是隸屬於我們的那個業務部門底下 所以說你想要知道 A員工到底隸屬於某個部門 基本上我們也可以曉得 所以說呢 我們上面齁 原本可以找得到這種查詢 以及我們找不到的這種查詢 基本上這兩個都可以解決掉 所以說呢 當你今天發覺到 伊阿媽的有些問題存在時 有時候你只要把彼此之間的關係 做個轉向 你就可以把問題解決掉了 他就可以把問題解決掉了 這樣可以嗎 所以設計上的問題 過去 你們在設計 伊阿媽的的時候 有 只是說 我跟學生在談的時候呢 當然啦你們想說 老師學期內了啦 請問我很多報告啦 你不要跟我講那麼多 這樣到底合不可以啊 不行你教我怎麼改就好了啦 但是畢竟齁 各位你們現在要學一些 Evergence這種議題的時候 你們就要特別小心齁 這方面的設計問題齁 這方面的設計問題 所以說呢 你們看齁 這就是 當你今天透過這樣的改變之後 善情問題就解決掉了 好 這一屬善情問題的部分 這邊可以嗎 可以啦齁 來 可是呢 善情問題 如果沒有設計好 這樣會引發另外一個性情問題齁 欸老師啊有嗎 欸真的有齁 來各位看一下齁 現在以我們這個齁 修改後的這個ER model來看 修改後的這個ER model來說 割事跟員工之間 在員工的這一端來說 他是屬於全部參與 代表說呢 每個員工一定要隸屬於某個科試 然後呢 在這個地方的話呢 兩端的個體都是屬於全部參與齁 所有部門他都一定要有科試 而每個科試一定要隸屬於某個部門 這個時候呢 有一個問題隱藏在裡面 什麼問題呢 比如說 我們以這個來看 假設員工這個地方 他是屬於部分參與 假設這個地方 我現在把它改成部分參與 會不會出狀況 會唷 原本是全部參與的時候 沒有事 但是如果是部分參與 就有問題了 欸老師啊 為什麼可以改成部分參與 比如說呢 雖然我們講齁 每個員工一定要隸屬於某個科試 沒有錯 可是如果說今天假設 某個部門的主管 比如說你講業務部門的主管 業務部門的主管 通常不會隸屬於 業務部底下的任何一個科試 為什麼呢 因為他要管這些人啊 那如果說我還隸屬於某個科試的話 那這個時候呢 可能其他科試就會不爽啊 對 你們人獸科 我們業務部門主管 在你們人獸科 那這樣的話呢 是不是對我們車險科 火險科 是不是就 分配資源的時候 會變得很不平均 對嘛齁 所以說呢 通常來講 一個部門的主管 通常不會隸屬於某個科試 所以說呢 假設公司裡面 他有這樣一個資料關係的話 只是在我們的員工跟科試 彼此資源關係 在員工這一端 他就不會是全部參與 他就會是部分參與 好 那如果是這種情況 請問一件事情 現在一樣又是A員工 請問一下 現在假設A員工 他是業務部門的主管 那請問一下 我要從這地方開始查 我想要知道 A員工到底隸屬於哪個部門 請問透過這ER model的關係 找得出來嗎 雖然我知道 在我們公司裡面 A這個員工 他是我們業務部門的主管 沒有錯 但是呢 透過這個ER model的關係 你根本找不出來 A員工 他是屬於業務部門的 為什麼呢 因為你看呢 A員工 他並不屬於任何一個科試 我不曉得他是哪個科試的啊 對不對 不是人獸科的 也不是那個產險科的 也不是活險科的 任務西啊 那我怎麼有辦法 從科試去反應到部門 這不知道還說什麼 所以說你看喔 光光只是一個 全部參與跟部分參與 解釋資料就差這麼多 這個地方就會出問題 來 相對的 從這個地方來看 也會出現類似的問題喔 齁 我們剛剛是不是跟各位 有做一個假設 剛剛有假設說 我們公司裡面 每個部門都很大 所以說每個部門都一定會有 很多科試 所以說呢 我們在這個地方 他是屬於全部參與 可是如果這個地方 他也是部分參與的 對 比如說我們公司 好多部門 只有業務部 特別大 裡面三四十個小羅羅 那所以說呢 我們業務部 把它拆成好多個科試 可是呢 我們公司裡面 資訊部 三支包啊 加一個主管 加兩個小羅羅 沒了啊 三個人而已啊 那三個人 你根本不用拆科試了嘛 對不對 所以說呢 在我們公司裡面 欸 資訊部 沒有任何科試 所以說 部門跟科試間的個體關係來說 這個地方 他就是不屬於 所謂的全部參與 好 那所以說 同樣的情況 當你今天如果是部分參與時 也有可能會 找不到 比如說 A員工 到底是屬於 哪個部門的這種情況 好 所以說呢 那這種情況 我們稱之為什麼陷阱呢 這個這種情況 我們稱之為 所謂的那種衝突陷阱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衝突陷阱這種定義 這個衝突陷阱 通常會發生在 關係兩端的個體 有部分參與時 它呢可能會使得 教員跟個體間的關係 不一定會存在 不一定會存在 所以說呢 像我們底下這邊 就舉了剛剛我們講的 第一個例子 也就是說呢 我們在員工跟科試 他們彼此之間的關係 以員工來講 他是屬於部分參與的時候 那這個時候的話呢 你就不容易找得到 欸 A員工 他到底哪個部門 這種情況 所以說呢 這就是所謂的 衝突陷阱 所以說你們看一下 底下的ER model表示 一個部門有多個科試 有每個員工 隸屬於一個科試 但是呢 該部門主管 不隸屬於任何一個科試 那這種情況時 會造成你的員工 那一端的個體 像他是屬於部分參與 那這個時候的話呢 你就會發揮到說 你想要知道 我們某些員工 他是屬於某個部門時 那這時候你就找不到 他到底是屬於哪個部門 當你今天畫出來 踩個ER model的時候 我會有兩種改法 第一種改法就是 好嘛 員工這個地方好 員工這個個體 因為他部分參與的關係 害我找不到 員工跟部門之間的關係 那這時候把它改回到 我們前面的那個exemple 我就把它改回到這個地方 讓他這邊變全部參與 這是一種改法 問題是呢 如果說你們公司 個體跟個體接任關係 那就是 會讓你的員工這個地方 是屬於部分參與 你不能把它硬改啊 除非你去跟你主持人 這種高階主管 去跟他做修法 修法就是說 我們包括員工主管在內 一定要隸屬於某個科試 這樣的話呢 你這邊的個體關係 他才能修成所謂的 全部參與 否則的話呢 你只會按照資料的事實 來去畫你的ER model 所以說呢 剛剛我們講的那個 第一種改法來說的話呢 它是屬於 比較不切實際的改法 因為呢 你可能會牽扯到修法的問題 你們組織規章裡面 修法的問題 好 那第二種改法是怎麼改呢 好嘛 既然呢 從員工這個個體 我找不到某個員工 他是列屬於哪個部門的話 那此時我就直接把員工 跟部門之間的關係 把它再串起來 再串起來 串成什麼樣子呢 可以串成 右手邊這個樣子 也就是說呢 按照我們剛剛前面的介紹 員工跟科試之間 一定要有這層關係 否則的話呢 他容易會有前面我們提到的 善行陷阱的問題 那代表說這個關係你是不能省的 可是不能省的情況之下 哇 員工跟部門之間 又有部分的員工 你不曉得它是列屬於哪個部門 代表說呢 我只能把員工跟部門之間 我再拉一個關係出來 我再拉一個關係出來 好 那我們剛剛所提到那個 找不出來的關係是什麼 是指說 某一個員工 他是某一個部門的主管 那這個時候的話呢 我透過原本的ER model裡面 我是找不到 這個員工 跟他相對於部門之間的關係 我找不到 那此時我要把這個關係 給建立起來的時候 我就知道說 好 是因為呢 我有一個員工 他在管某個部門 那某個部門 是被某個員工所管理的 所以說呢 此時 部門跟員工之間的關係 我就把它串起來 串一個叫做管 後面講管理 這樣一個relationship出來 好 所以說你看呢 這個時候我把這個理relationship 串出來之後 這個關係中間就是一個管 後面講管理 所以就你們看一下 一個部門可以被一個員工做管理 而一個員工可以管一個部門 這樣是OK嗎 好 我恢復你們過去的噩夢 一阿媽的 我要告訴我各位 真的沒辦法 你們最近在設計 資料庫的時候 一阿媽的原因是必經的噩夢 在你們在設計一阿媽的的時候 晚上睡覺就會被一條阿媽的嚇醒 真的是這樣子 可是沒有辦法 你不把這種資料之間的關係 找出來的話 你設計出來的資料庫系統 運作一定會出狀況 好 那我們繼續往下來看 那這個時候你們看一下喔 我們現在知道 一個部門可以被一個員工管 那一個員工可以去管理一個部門 但是你看一下喔 部門的話呢 通常來講 每個部門都一定會有一個管理者 所以說呢 這個地方它是屬於全部參與 但是呢 我們公司裡面的每個員工 是不是都一定會管理到一個部門 沒有啊 一間公司裡面有一千個員工 可是我們一間公司裡面 也了不起 才十個部門而已啊 所以說呢 並不是所有員工都會去管理到一個部門 所以說呢 員工跟部門之間有這種管理關係來講 就員工端來講 它是屬於部門參與 所以說記住 我們在畫ERModel的時候 這種小細節你們一定要掌握 部門參與全部參與 一對一一對多多對多關係 我知道這個很囉嗦 但是呢 這些東西是可以真實反應 你們公司裡面 資料跟資料之間關係 資料流的關係 唯有這樣你設計出來資料庫系統 它的使用上來講 才不會有太大的trouble 好 這就是所謂的衝突陷阱的解決方法 來 那這時候呢 有些人就問我一件事情啦 那老師啊 個體之間的關係好複雜喔 比如說像我們這邊來講 三個個體齁 部門、科士、員工 這三個個體 彼此之間都有關係 那這時候呢 看起來ERModel不漂亮啊 看起來一點都不精簡齁 那老師我記得過去在學那個 ERModel設計的時候 我沒有學過三元關係嘛 我們講多元關係 以三元關係來說的話呢 就是一個菱形符號 一個relationship 它可以同時對應到三個個體 那老師啊 如果我說我今天把這樣子齁 三個二元關係 把它改成三元關係 怎麼可以 沒人跟你講一定可以或一定不可以 還是要看資料之間的關係 或者講個體之間的關係 來做決定 我們要跟各位講一下齁 三個個體中間有三個二元關係 跟你今天三個個體中間 用一個三元關係來去做取代 彼此之間 他們在意義的解釋上來講 還是有差別的齁 來 那這時候我們就來看一下 那他們之間的差別在什麼地方呢 齁 這邊就來跟各位談 到底差別在什麼地方齁 下一張副影片 就來跟各位談這樣的一個問題齁 來你們看到 一個三元關係 跟三個二元關係的一個選擇 那我們就要去認識一下 當你今天三個個體中間用一個三元關係 當你今天三個個體用三個二元關係做表示的時候 他們之間到底是隱藏什麼資訊在裡面 我們來去做一個比較 來 我們先來從齁 左下角這三元關係來看 當你今天齁 發覺到有三個個體 而這三個個體裡面 被你畫出一個三元關係時 那他可以表達出什麼資訊出來 我們先來看看這三個個體齁 分別是業務 客戶以及產品齁 那我這邊用ABC來做表達 原因是 待會我在表示關係的時候 我是用ABC 待會你們自己做個對應齁 我們先來看一下齁 一個三元關係 在這樣子三個個體之間 可以表達什麼資訊呢 然後我們直接秀給各位看齁 基本上齁 一個三元關係可以代表 個體跟個體之間的兩兩關係 他可以表示出來 以我們這邊來講 業務跟客戶之間有個關係存在 業務跟產品之間 也有個關係存在 那客戶跟產品之間 也有個關係存在 那客戶跟產品之間 最主要的是 底下這一個 這三個個體之間 還有隱藏一個關係 要說 三個個體缺一不可的關係 A B C 老師啊這什麼意思齁 來各位看一下齁 比如說我先解釋一下 兩兩關係是什麼 兩兩關係是跟你講說 以底下這個例子來講齁 在一間公司裡面 一個業務可能負責某些客戶 你要去把這些客戶開發出來 或者說把這些客戶給 把給cube在我們公司裡面 這沒問題齁 然後呢 在公司裡面 一個業務啊 可能負責某些產品的銷售 這也是 A C的兩兩關係嘛 好 那在我們公司裡面的話呢 某些客戶可能對我們公司 某些產品會有興趣 這是客戶跟產品之間的關係嘛 所以說這個兩兩關係應該沒問題對不對 好 所以說呢兩兩關係有了 好 那什麼叫做三個個體之間缺一不可的關係呢 比如說我們的客戶今天要買某個產品的時候 一定要跟我們的業務員來做洽談 或者是說呢 今天我們的業務在賣某些產品時 一定要把這些產品銷售給我們的客戶 或者是呢 我們家公司的產品要賣給客戶的時候 一定要透過我們家的業務員才可以賣 所以說呢 底下這邊有所謂的三個個體缺一不可的關係 當你今天發現到三個個體之間的運行 有三個關係存在時 你就可以使用三元關係 那這樣子一個三元關係來說 可能會發生在什麼情況 直銷 你們在建構直銷資料庫的時候 不就這樣子嗎 基本上啊 以直銷體系來說 我們的客戶要賣某產品時 一定要跟業務去做洽談 他才可以買 那相對的 我們的業務啊 就是我們中間的某一層那種Sales 他去拉下線的時候 一定是要賣我們家公司的某個產品嘛 所以說他們三個個體之間 會有這樣密不可分的關係 這是一般直銷體系 會有這樣子一個運行情況 但是呢 總是會有一些直銷體系 它越做越大 越做越大 做到最後呢 有自己的實體店面 那此時他們這種三個個體缺一不可的關係就會打破掉 比如說 案例 我們現在都跟各位談實際的例子喔 案例各位知道嗎 案例知道啦齁 以前案例呢 它是有三個個體缺一不可的關係存在沒錯 但是呢現在的案例呢 他們有自己的實體店面 所以說這個事你想一下 客戶現在要去案例買他們的產品時 還需不要透過業務員 不需要啦 所以說你看喔 客戶去買產品的時候 不一定要透過業務員了 甚至呢 我們產品要做銷售的時候 是不是一定要非得透過業務員才能賣個客戶 沒有啦 所以說呢 當今天發覺到 這樣子的一個 三個個體缺一不可的關係 已經被打破的情況之下 此時 我們就必須要使用 三個二元關係 來去做表達 所以說我們來看一下 底下這個三個二元關係 他們所可以表達資訊是什麼 他們所可以表達資訊比較單純 他就是表示出 個體與個體之間的兩兩關係 也就是我們剛剛講的 AB AC 或BC之間的關係 當然啦 以案例的體系來說 他還是要靠業務員 來去鎖定客戶 這樣客戶才不會流失啊 有沒有 而且呢 你剛剛加盟案例的時候呢 基本上還是要繼續拉下線嘛 但是至少在客戶與產品 這一端來講的話 他就不需要完全靠 業務員來去進行銷售 所以說呢 當你今天是替安利 去設計這種資料庫系統的時候 你在設計ER model時 你就不能使用這種三元關係 你就只能用三個二元關係來做設計了 好 所以說呢 底下這邊呢 那就有一個練習範例 我們簡單看一看就好 其實各位 你們看一下底下這個ER model 很容易看得出來 它有什麼問題 善行陷阱問題嘛 對不對 善行陷阱問題 善行陷阱問題呢 它會引發什麼樣的一個情況 就是呢 我今天想要知道 某個project 透視隸屬於哪些員工 我在這個ER model我找不到 在這樣的ER model我找不到 那這時候我該怎麼去做改變呢 按照我們前面的那種 暫行陷阱的修改方式 就可以改變過來了